好,我們看看這一題 它說什麼呢? 就是說有一個GS來的 然後又是了 GS它裡面叫做加的關係 經常都是這樣問的 然後這個加起來是5 然後sum to infinity就是9 其實都是兩個不同的關係 你都知道其實是一式二式的問題 我們分開兩樣不同的東西 第一條式就是sum of the first two terms of GS 就是a加ar 等於5 好,然後第二條式就是sum to infinity 就是a over 1-r 就是等於9 好,現在我們有這個關係的時候 我們就很簡單 我們做些什麼呢? 我們就要看看 咦?那我不如濕進去 一些數你濕進去就會比較容易計算的 譬如我呢,由第二式當中 我會知道a等於9乘以1-r 然後我們就找回這條式 就是第三式才算 然後我們就把這條式濕進去第一條式 然後就把它變成9乘以1-r 然後就加回這個9乘以1-r 然後就加回這個9乘以1-r 然後就乘以1-r 然後就乘以1-r 然後就乘以1-r等於5 那現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這些東西固定在一起才行 OK?那這個是9 所以我們就得到 你可以將-9r2 搬過去就9r2 加5 然後就再-9 所以這裡就是-4 -9r和加9r就消除了 那這個情況呢 你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我按照A加B A減B 都是不為一個好的方法 那所以呢 你就會得到r 就可以有兩個答案了 一個就是 這裡可以2-3 或者是負數都可以的 那就完成了 謝謝大家